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在冥界的神話體系中 上集我們談到三魂 今集我們談談七魄 上述的觀點是來自一個視頻博主 叫做大師兄 還有另一個視頻博主 叫做錢丟丟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他們的原版 我亦參考了他們的意見 再說出來 關於七魄,其實七魄有各自的名字 當然不會叫做一魄, 二魄, 三魄, 四魄, 五魄, 六魄, 七魄 不是這樣叫的 人家有名的 而這七魄是三魂入面 最後的一個魂, 即是幽精所生 上集我們談到 幽精其實是主管人的七情六欲 而幽精的魂本身是陰 所以其實七魄也是陰 而人死了之後 七魄是會徹底消失的 但當然了 三魂的魂是不會消失的 道家的七魄分別就是 吞賊, 除惠, 非毒, 伏齒, 施狗, 臭肺, 掌陰 而七魄亦是負責人的喜, 怒, 哀, 俱, 愛, 戶, 慾, 慾, 慾 這七種最主要的情緒 據聞在平常的日子裡 都是由三魂去掌控七魄 令七魄不敢互作非為 讓人沉浸在情慾之中 但如果當三魂受到嚴重打擊而衰弱的時候 那麼三魂便無力掌控七魄 人便會陷入無法控制的狂喜 憤怒, 憂思等等的情緒裡難以自拔 所以在道家的觀念裡 一個人應該要先收心 收到心才會收到身 因為當你收到心才可以用三魂去約束七魄 令自己不在情緒和情慾之中迷失 而在儒家的思想中 經常說收身治國平天下 如果你想去治理國家 你要去休整百姓 做一個好皇帝 為這個天下的蒼生謀福利 做一個萬民愛戴的貪官 首先你要控制著自己內心的情感和慾望 而七魄是天地之間的物質所凝聚的精華 所以人死後 七魄便會隨著肉體的消散 而重歸於天地之間 也即是俗稱的塵歸塵、土歸土 變成山川鳥木或魚蟲花鳥 當你的肉體重新被孕育 這些物質又會重新在新的肉體內 形成新的七魄 而這個七魄散去的時間 是以七為單位 我記得我之前聽 南懷錦先生所說的一本書的時候 他曾經提過這件事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七七四十九日 頭七、尾七、吃七個菜 在文家的風作中 就是每隔七日 即是人死後 每隔七日要舉行一次祭祀儀式 這種儀式由頭七開始 每隔七日做一次 要做到尾七為止 加加賣賣 由頭到尾一個是七七四十九日 這種儀式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去安慰那些 已經死了的人 準備要散走的七魄散 跟他們說 哎呀,你們準備要回鄉了 不要那麼傷感 不要留戀 不要聚集 該散就散 該走就走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人死不能復生 死了死了 沒辦法 收拾好包袱 明天回鄉了 其二就是 等待再生的人 可以懷免已經死了的人 懷免他的生前的事跡 做過什麼 而在佛家 又有一個所謂的中陰身的概念 這個就是我們將來再說 來到這裡再次提醒大家 我所說的所有內容 都是基於民間傳說和古代的神話體系 並不是精密的科學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信以為真 也不要迷信在裡面 當故事一樣聽聽就好 上集我們提到 其實所謂的三魂七魄的傳說故事 是由道教所編輯 後來儒家接納了這套系統 經過千八年的流傳 終於來到現在 可能已經成為了我們心目中 一些很根深蒂固的文化體系 即使你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也是會做的 已經變成了習俗 我們剛才說過 這個七魄不是叫一魄二魄 三魄四魄五魄六魄 是七魄的 它有名字 我們一個來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個叫做吞賊 古代人起的名字相當有意思 假如我們家裡有賊者進來 我們便要捉賊 如果身體有些不是你家裡的東西 不是你身體的東西進來 那怎麼辦呢 就要吞死它了 你是不是覺得好像某些東西 我們身體裡面的某些東西 在古代其實沒有細菌的概念 所以如果有些什麼 什麼風寒 或者奇形怪狀的入侵身體的時候 古人便叫壞的東西 叫做賊 而這些所謂的賊 無非就是病毒 細菌 或者諸如此類的這些東西 或者寄生蟲 而這個吞賊的某些東西 而這個吞賊的某些東西 一旦看到身體裡面 有外來的入侵的東西的話 這個吞賊的某些某些東西 就會立即吞沒這個賊仔 而我們現在 你基本上學過生物 你都知道 其實可能就是 我們的白細胞 巨細細胞 這些東西 或者是抗體 第二個部分 就叫做除胃 胃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解胃酒 就是骯髒骯髒東西的胃 其實我們人的身體 會不斷產生一些 骯髒骯髒的東西 包括我們身體上 一些斑 一些墨 甚至乎老了 人的眼睛 越來越混濁等等 在我們細胞不斷分裂的過程 其實是會有一些 一些垃圾會出來的 就是可能一些毒素 會慢慢在身體內積聚 而在我們身體 其實有些機能 是可以將這些毒素排出體外 會將它變成鼻屎 將它變成耳屎 或者是鱷的屎 鱷的尿 鱷的尿 放的屁 甚至乎你咳的時候會有痰 感冒的時候會有鼻涕 會通過這些手段排出體外 當然還有汗 而這個除胃 它是會幫我們身體 除去我們產生的一些垃圾 是不是又好像有些熟悉 所以無論是吞賊也好 或者除胃也好 這兩個棒 其實更加像是我們身體內的免疫系統 好了 下一個棒 叫做非毒 當我們身體出現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發現它們準備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例如我們經常所說的癌細胞 我們的身體就會自動將它們分開瓦解 當它們準備聚集之前 就會被切割成一塊又一塊 而當非毒將這些有害的物質 細胞分成一塊塊的時候 吞賊就會過來把它吞走 然後除胃就會過來打掃乾淨這個地方 將那些毒素排出體外 所以吞賊、除威和非毒這三個棒 其實是一起合作的 所以所謂的七棒 並不是我們黑板印象之中 認為是迷信的東西 當然我不是醫生 而本集所說的內容 都是一些神話的傳說 所以大家如果有病 一定要去看醫生 找專業人士 也不要迷信在內 一定要相信科學 下一個部分叫伏齒 伏齒的齒其實是阿屎的意思 所以說到屎肯定是在腸裡 而在道家的觀念裡 經常會提到一個概念叫做丹田 我們所說的丹田 其實就是在肚臍下的位置 亦是在大腸附近 而腸道健康對現代人來說很重要 如果一起床 你的人是精神飽滿的 就證明你睡覺的時候 是產生足夠多的精氣 而當精氣不足的時候 就算你睡二十個小時 二十多個小時 都是沒有用的 你整個人都會無精打采 問題是 精氣在哪裏產生的呢? 就是在丹田這個地方 即是說如果你人的精氣神很好 意味著你伏齒這個柏是很好 因為其實所有的精氣 都是由這個柏所產生的 亦都證明你的大腸是很好 但如果你面色又不是很好 睡幾十個小時都好像沒有睡覺 每天都很累 很明顯就是你的長度不太好 也就是說你伏齒這個柏不太好 他不在狀態了 他壓健康了 伏齒這個柏會遠遠不斷地幫你提供精氣 令你的人神清氣爽 更加精神 所以古人為何這麼喜歡 常說什麼二手丹田 什麼東西都是丹田 你現在就算唱歌 都叫你要用丹田氣 其實就是要你用腹部用力 就是那個位置要用力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頭痛 失眠 焦慮 又容易發怒 急躁 煩躁 不安 很明顯就是伏齒有問題 有空找醫生搞搞他 下一個部分叫做C9 C9的C代表睡覺的意思 而9你也知道 用來看家護院 有人入侵會肥 所以C9的意思是 在你睡覺的時候 幫你照顧身體 時刻保持警惕的那個柏 就叫做C9 如果這個柏不好的時候 你的人會沒有安全感 你睡覺的時候 很容易會紮醒 令你睡得不好 下一個柏叫做臭肺 那是否就是你的肺臭呢 臭肺顧名思義 就是負責你的呼吸 你看看我們現在 無論做meditation 叫你去做瑜伽 什麼都好 首先第一件事 叫你做的就是 心呼吸 包括生兒子 心呼吸 吸氣 呼氣 臭肺就是負責管理這個系統 當你控制好 這個臭肺 即是你的呼吸的時候 你的心情也會跟著 慢慢平靜下來 好了 最後一個柏叫做掌陰 掌陰 掌陰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的性器官 我們經常說 哎呀 你的小鳥 你的弟弟 立不小心的大笨象 那些就是掌陰 女生的就有女生的器官 不一樣 但是都是由這個掌陰的柏 去負責 亦都會主管你的一些 欲望 尤其是性慾 如果你的三魂 控制得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斷地 控制你身體的主導權 你想想 因為是由這個 邱精所生的 七魄 如果你可以控制到邱精 那意味著 其實你慢慢可以控制到 你身體裡面的不同的 這些免疫系統也好 生殖系統也好 呼吸系統也好 所有的系統 你都可以慢慢控制到 你身體的主導權 會掌握在你的意念之中 我們以前經常看的 什麼武俠小說 又說 我們可以通過控制內飾 控制身體的遇合速度 傷口的遇合速度 可以控制我們的心跳 控制我們的腸胃愚動 可能真的可以做得到 不過我還未做到 你可以試一下 來到這裡再次提醒大家 我所說的所有內容 都是基於民間傳說 和神話體系 並不是精密的科學 有病一定要看醫生 千萬不要迷信 簡單介紹完七魄之後 我們又可以舉個例子 有什麼神話傳說 和三魂七魄有關 因為我們所說的神話體系 也好 民間信仰也好 其實是三教九流混在一起 所以在佛教的輪迴轉世的觀念影響下 那些與鬼神有關的神話傳說 就開始在民間大行其道 而由三魂七魄所引申出來的鬼怪 整體來說是分成兩類 第一大類是鬼魂 第二大類是殭屍 究竟那些什麼遊魂野鬼 殭屍又如何形成呢 在古書的記載裡面說 一般人正常死了之後 他的三魂裡面的人魂 就會很順利進入冥界接受審判 但是如果是非自然的死亡 又或者是有著強烈 或者極強怨念的冤魂 他們就會徘徊在人間不肯離開 例如我們常常以熟能場的人說 哎呀,你不要走去那些 池塘邊的水庫游泳 裡面有水鬼問你的腳 那些被水浸死的人 會化成麗鬼 然後又拉你去找看身 你去代替他的位置才能走到的 因為其實在古代 浸死人是人死亡的最大因素之一 以前不會有交通意外 你有多可說在街上走出馬撞死? 你有多可說有人喝醉酒 然後騎馬撞死人? 絕大部分人死亡 要不被山賊打劫 要不就跌到河裡死亡 所以這些鬼蛊 主要是有警勢的作用 讓小朋友不要去河邊玩 或者走去亂鬼游泳 而以前的山賊 行空地點主要是會在水邊 因為殺完人之後 踢你下河就完成了 買也不用買 而在古代的鬼蛊 主要描述鬼魂 他們誕生的目的是什麼? 妖魔生前有一些遺怨 還未完成 哎呦!我考了七十多年 科舉還未中 我死了還要繼續考 或者可能要報仇 被人慘痛殺害之後 要化成麗鬼 穿了紅衣、紅鞋 然後要冤魂索命 而這些鬼 因為是精神力量 但是沒有實體 所以他們走路 不會留下腳印 也不會有痕跡 俗稱阿飄 即飄 而物質性的圍牆 也擋不到他們 所以他們可以穿牆而過 或者突然間 在天花板上飄出頭 又可以擋脫自己的頭 扔到你床上 如果剛好你床頭 有一盒雞飯 他可能會吃光你的叉燒 哦!雞腿也會吃光 如果一個人 你的陽光氣十足的話 又沒有這個斜念 一般的鬼 是沒有辦法傷害到你的 你也看不到他 而最吊鬼的是 那些什麼屠夫 劊子手 大將軍 武將 大哥 殺人殺的最多是他們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實在太強 所以那些鬼是無法捉到他們身 如果文醜和顏良 想找關二哥報仇 不好意思 你們沒辦法找我報仇 因為我生前可以殺你一次 你死了我都可以再殺你 所以陳老師也再次奉勸 那些禮鬼 不要搞那麼多事 早點就投胎 你殺不了他 對呀! 報什麼鬼仇 放下執念 回向下 不要嚇人 嚇到小朋友 嚇到小朋友 你說多麼不好 但是 那些寫鬼故的人 就會說 這些人 他們都總會有 時運低的時候 所以那些鬼魂 就會在旁邊等 我看看你什麼時候踩屎 你踩屎的時候 就證明你時運低 等那個時候 我就捏一條頸 報仇 是的 慢慢等 排好隊慢慢等 好了 在古代那些鬼魂裡面 哪些人最容易被鬼搞 一般都是那些文藥書生 登陶浪子 鹹濕佬 他們一般都會因為 一些由鬼所幻化出來的女性 而往送性命 你又不對 你不可以雙重標準 人家關义哥惡 你又不去搞人家關义哥 人家讀書了 文藥一點 手無搏雞之力 你就要去搞人家 還要搞人家死了 多麼無陰功 而在傳說之中 一旦一個書生 被王權所錄用 即是你做了官 還有壽彩 那些鬼神 就沒辦法侵害你了 當那些鬼搞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底褲裡 拿一張聖子出來 哎呀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搞我 我是壽彩 法律規定 勵鬼是不可以搞臭財 請你過住 哦 難怪每個都要做官 原來還可以驅鬼 而在古代科舉考試期間 還會做一個招鬼請神的儀式 為何要做這個儀式 因為有些鬼神 會在考試期間 會阻礙那些有冤孽的人 去考取功名 你前世偷了隻雞 我這麼小 不讓你考科舉 讓你一輩子窮 為了令到每個考生 都可以更公平地考科舉 皇上就會請一班道士 在旁邊打齋 去收拾這些遊魂野鬼 讓你可以安安心心地考科舉 平平安安地反家來 哇 皇上好用心啊 竟然連這些事都幫我們想起來 皇上我答應你 我明天做官之後 我一定不會貪那麼多 我發誓我一定不會有錢過你 可能我和生考科舉的時候 都是這樣說的 而那些考不中科舉 考了七十多年 都考不中那些人 那就可以賴了 哎呀 都是因為我前世 我前世偷了阿婆底褲 所以今世那個阿婆 她不肯讓我考 我考極都不成功 都是因為那個阿婆 好了 跟鬼魂相反 我看看 薑絲是什麼呢 薑絲其實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 而薑絲的成因就更加複雜了 因為在傳統的薑絲的定義 其實他們是不存在三魂的 但是薑絲保留著人的七魄 這七魄是不肯散開的 所以其實薑絲 薑絲即是這一類鬼怪 他不像鬼一樣 會穿牆又盛 他亦不像鬼一樣 人是見不到的 他真的可以被人見到 甚至乎 還可以跟人交流 紀曉南 紀曉南在他的《月微草堂》筆記裡 曾經記載 說薑絲的成因有五種 第一種是葬在養絲之地 鎖住了七魄 讓他無法散去 無法回歸天地 所以變成薑絲 而第二種是坊間流傳的 由一些道士 他用太陰之法而煉成 如果是養絲百年 便可以把那條絲變成僵絲 而第三種方式 就是 屍體被一些邪物所侵 便會變成行絲 而第四種 就是屍體在機緣巧合之間 吸收了陽氣 亦是藉著人的生氣而施變 第五種可能你也聽過 就是所謂的殯而不葬 屍體不入土為安 以前還未有異裝 異裝為何會有呢? 因為古代有些人嚇死異鄉 所以屍體可能沒有人認領 所以就要先放在那裡 又或者根本不知是誰 沒有人認得到 唯有放在那裡 放到有人認為子 這些不入土為安的屍體 經過雷劈 又或者被一隻大肚的貓 有傳說要黑貓 跳過就會引起屍變 你是不是猜不到 紀曉藍都一個說鬼故的人呢?